欢迎大家来到小A老师的西班牙语A1课堂 如果我们要用西语跟大家打招呼 那最万能的就是OLA啦 我们不确定大家是Buenos Dias Buenas Dantes还是Buenas Oches 那我们就只能说OLA 所以大家还是要多多习惯哦 请大家再坚持忍受一下吧 好啦那怎么样 大家是不是仍旧陶醉在上杰克的最后 我们所聊到的那一则美丽动人的爱情故事里呢 菲利贝王子和雷迪西亚王妃的爱情 有没有打动到你呢 如此美好又难得的爱情 是不是也令你艳羡不已呢 嗯其实呢只要我们心中有爱 就一切皆有可能不是吗 送给大家我们今天的每刻一句 en los sueños y en el amor no cabe lo imposible 小A老师给他准备了一句非常唯美的翻译 大家看看你们是否喜欢呢 叫做有梦有爱一切皆有可能 那你们的梦想是什么呢 让我听听 哦你的梦想是学好西班牙语是吧 嗯真好真好不错不错 那你的呢 哦你的梦想是要比前面那个人学得更好是吧 非常好很有志气 好了不开玩笑了 大家赶紧跟小A老师再来朗读一次吧 大家注意哦 要充满深情的感情的投入 en los sueños y en el amor no cabe lo imposible 怎么样 虽然小A老师是个搞笑卡 但关键时候我还是很有感情色彩的 大家要跟我学习哦 送给大家有梦有爱 一切皆有可能 怎么样是不是充满了爱意又非常温暖人心呢 但其实啊 今天我们的文化赏息环节 小A老师会带着大家一起去了解一件令人很悲伤的故事哦 想知道吗 让我先卖个关子吧 我们赶紧先好好一起来听课吧 那我们说完了今天的每课一句老样子 我们接下来应该干什么呢 没错 我们就要复习巩固一下了 上节课呢 是我们的第二课的第一单元所有内容的结束 所以呢 我们对之前所学习的内容有了一个复习 那今天呢 我们要在之前的基础上 再来提及一些前面媒体过的小细节 大家都准备好了吗 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吧 在上节课里呢 我们有提及了名词的阴阳性的问题 我们说一般来说 以O结尾的为阳性 A结尾的为阴性 那我们还知道了一些以前不知道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知道了 一般来说 以A结尾的也是阳性名词 以OR和A结尾的也是阳性名词 我们还了解了一下 除了A结尾之外呢 我们通常还会有 ZION和D这三种情况 我们都说它们是阴性名词 以及我们还了解了一种 以不变应万变的情况 那就是说如果我们遇到以ISTA 或者以ENDE结尾的单词呢 它们就是以不变应万变 所谓以不变应万变 就是指它们的阴阳性都是不用变化的 当然啦 这是我们上节课说的大多数情况 也就是说如果没有特例的话呢 是这样的 但西班牙语当中略多略少 总会有一两个特殊情况嘛 对不对 所以呢 如果有一些特殊情况的话 大家就要跟着实际情况去应变了 当然啦 小A老师也说了 其实特例呢 属于少之又少的情况 大家不用担心 在我们接下来的学习当中 大家可以逐步逐步的 一个一个记下来 那我们逐步就可以自己记住了 大家不用刻意的去背哦 慢慢来就好 好了 那除了阴阳性的问题之外呢 我们上节课还聊到了一个 有关名词单复数的问题 大家也记得吧 那我们说一般来说 以原因结尾的 如果要变成复数呢 直接在词尾加上 s即可 如果是以辅音结尾的 要变成复数呢 那么加上 as也就轻松搞定了 上节课小A老师提到了 另外两个重点 回忆一下回忆一下 比如说礼拜一到礼拜五 他们都是 s结尾的 记得了吧 没错 如果我们遇到 以s结尾的单词呢 那么他们的单数和复数 都是不变的 也就是说 lunus 啊 礼拜一 我们一个lunus叫lunus 很多个lunus 它也叫lunus 没有复数形式 大家要注意一下 一般情况下 人家变成复数 加个s 或者加个a s就好了 但是有一种词啊 特别特殊 就是当我们遇到 以辅音字母 feta结尾的单词的时候呢 就有一些小细节 值得我们注意一下了 如果当大家遇到一个 以feta结尾的单词呢 我们在变成复数形式的时候 没错 的确是加上a s 但是feta呢 就要进行一个小小的改造 我们会把它变成c 连起来就是c a s 而不是feta a s了 我们举了一个很经典的例子 叫做铅笔 大家还记得吗 lapis lapis 它的结尾呢 是feta 当我们变成复数形式的时候呢 它就要叫做lapices lapices 嗯 是不是还印象深刻呢 好了 那除了这个名词的单复数 说到这里以外呢 今天我们就要额外补充一个了 我们除了在变化形式之外呢 有的时候啊 我们这个单词的单复数 还会影响到它的读音哦 真的吗 这怎么影响呢 啊 我们来举个例子吧 比如有一些单词啊 它本来单数形式的时候呢 它是没有重音的 比如说单数形式的时候 有一个单词叫做hoven hoven 大家可以跟我读一下 hoven 表达的意思呢 是年轻人 是没有重音符号的 但是呢 当它变成复数形式的时候呢 它就会加上重音符号 变成hovenness hovenness 诶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很简单 大家跟喊呆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 它的单数形式 叫做hoven 对不对 那看hoven 是不是只有两个音节 ho和ven 对不对 那我们说以 n结尾的是跟原因的规则一样 是落在倒数第二个音节上 所以我们中读ho连起来叫hoven 没有问题吧 hoven 那加上了复数形式 eese之后 它就变成了hovenness 对不对 有三个音节 那我们说ese也是这种规则 重音落在倒数第二个音节 诶 那这个时候的倒数第二个音节 是不是不再是ho了 是v了 那如果根据正常的发音 就会变成hovenness hovenness 诶 是不是和我们本来的hoven的重音 有所不同了呢 那怎么可以啊 怎么可以变了一个东西 就老母子变压了呢 我们得保证原样嘛 所以呢 我们就要为了保证重音 人就留在本来的ho上面 那怎么办呢 加上重音符号 我们不是有一句话吗 叫做重音符号优先 大家记得吗 别的都不用管 看见重音符号 哪里就中毒 所以连起来 我们年轻人的复数形式 就叫做hovenness 好了 那我们刚刚讲过了 如果是本来单数形式呢 它没有重音符号 变成复数形式 要加上重音符号的情况 hoven到hovenness的变化 那我们自然也会有 本来是有重音符号的 变成复数形式之后 要去掉重音符号的情况 那比如说我们有一个非常常见的单词 我们在这一课当中学到的 在我家有多少多少间房间 大家记得吗 在我家有多少多少间房间 这个单词叫做abitation 大家记得吗 abitation 本来呢 我们单词的单数形式的时候 在theon上面有一个重音符号 那我们中读的时候是theon theon对不对 所以叫abitation 那么根据规则 以辅音n结尾的 我们应该加上as 所以呢 它的复数形式应该就是abitationes 那么大家要记住 在我们发音的时候啊 无论这个单词怎么变 单数也好 复数也好 我们都要保证 它的重音不能有变化 单数的形式叫做abitation 那复数形式也要叫abitationes 那根据规则加上了as之后啊 它的重音本来就落在theon上面了 abitationes 那我们就可以呢 直接把重音符号去掉 就不需要再考虑这个重音规则 直接念就好了 abitation abitationes 你明白了吗 我们以后啊 看多了 自然就会有这个语感 你总会觉得 诶 这么写好像少了点什么 自然就水到渠成了 大家千万不用担心哦 好了 那继续回来 我们上节课聊到最后呢 还有两个重点 一个是有关于我们 乘数式现在时的动词变位 以r r ir结尾的单词 分别应该如何变化 以及我们说了 如果除了词尾规则之外 还有词根的变化 比如o变成we e变成ye 以及e变成i 大家都应该有印象吧 那废话不多说 这一点小艾老师就不再啰嗦了 相信很多同学都应该有印象 对不对 小艾老师说啊 动词变位是一个基本功 是需要大家逐步熟练去掌握的 你们可以想一下哦 小艾老师以前在学习的时候 我们都是抄抄抄抄抄的 而现在呢 大家就可以灵活的记忆了 小艾老师不要求大家一定要抄 因为抄的办法因人而异 但是呢 如果大家可以的话呢 可以动笔写一下 也许会帮到你很多 好了 那还有呢 就是我们上节课的最后一个点 有关于我们的动词爱 大家记得吗 动词爱 解释为在什么地方有什么的有 我们说这个爱呢 是一个以不变应万变 又来以不变应万变了 西班牙当中啊其实还蛮多这种以不变应万变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们爱无论什么情况下 他就是爱 因为他没有人称嘛 解释为在什么地方有什么 大家都记得的吧 好了 那我们说爱后面呢 是一定要加上一个不变观词 也就是说大家一定要加上的是一个或者是一些 千万不可以加上定观词哦 我们可以加un unos una 以及unas 大家都还有印象的吧 解释为一个或者一些 这里我就不啰嗦了 相信大家应该印象深刻 最后我们就以一句完整的句子来回忆一下这个句式吧 我们说在我的卧室里有一些书 en mi 卧室叫什么 我不要habitacion这个单词 我要卧室叫什么呢 叫没错了 en mi dormitorio 非常好 en mi dormitorio 有一些书 hay unos libros 非常好连起来 en mi dormitorio hay unos libros 你说对了没有呢 当然啦 我们说除了unos一些之外呢 大家当然也可以非常具体的说出来具体有几本 比如说hay cinco libros 有五本书 hay siete libros siete是即 七 非常好 有七本书 大家都明白了没有呢 好了 那复习巩固就到这里告一个段落了 我们赶紧开始准备正课吧 迫不及待了吧 好 欢迎大家回来 那今天呢 我们就要正式开始我们第二课的第二单元了 大家都准备好了吗 我们首先呢 要先去教室里走一遭 看看在一个教室里 一个课堂上 通常都会有哪些物品呢 准备好 我们一起张开嘴 念起来 跟我一起 我看来啊 tiça 研究笔 研究笔 mochila 背包 bolígra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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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圆珠笔 lápiz lápiz 纤笔 攻笔 裂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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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裂砂 sự. 据避刀。 裂砂ająPi . 墙壁 好了那这些呢是我们在一间教室当中经常会见到的东西 那么现在呢我们一起来使用一下 比如说我们就可以说了在教室里有什么什么东西对不对 那好我们先说一下教室 大家给我念一下叫做clase 或者呢我们也可以说在学校里有什么东西 那么学校叫做escuela escuela大家给我念一下 escuela 比如说我们可以说在教室里有五支铅笔 en la glase hay cinco lápices en la glase hay cinco lápices 那相信各位同学对于这个爱加这些名词的句式啊 应该已经是一如反掌了 但现在我们的重点就在于我们应该如何表达 比如我要说铅笔嘛是在教室里 但在教室的哪里呢 是在教室的桌子上面 呃那背包也是在教室里 那是在教室的哪里呢 是在教室的桌子下面 那这种方位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去研究一下呢 并不是en一个人就可以搞定所有的 那好赶紧把这些方位子也准备好 跟人家一起来朗读一遍吧 一起哦 en cima de en cima de 在什么什么上面 de bajo de de bajo de 在什么什么下面 de grande de de grande de 在什么什么前面 detrás de detrás de 在什么什么后面 dentro de dentro de dentro de 在什么什么里面 sobre sobre 在什么什么上面 以及按照额外补充了两个 a la derecha de a la derecha de 在什么什么右边 以及a la izquierda de a la izquierda de 在什么什么左面 好一下来了那么多的词汇量 我们怎么可能那么快就记得住呢 那赶紧跟人家一起来完成一下下面这个小练习 我们帮助大家一起来记忆一下这些单词 然后我们再回来研究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了那刚刚大家这个记性有没有很好呢 单词有没有开口朗读呢 我们接下来要去了解一下 刚刚我们所学到的那些方位词究竟如何使用呢 那首先呢小艾老师要告诉大家 其实啊我们在什么什么上面呢 除了我们刚刚见到的en cima de 以及刚刚大家提及的sobre之外呢 我们平时啊最早学到的那个人叫做en 大家记得吗 其实他们三个人在表示在什么什么上面的时候啊 可以说是几乎没有差别 都可以灵活使用 比如说大家要说在床上有一本书 你可以说en cima de la gama 你也可以说en la gama 你也可以说sobre la gama 都是完全正确的 大家不用刻意的去区分 唯一的重点是注意en cima是需要加上de的 而我们的sobre和我们的en都是直接使用就可以的 大家要注意一下哦 那好刚刚前面的方位词都学习过一遍了 那我们再赶紧一起来回顾一遍 大家尝试一下再跟我一起念一遍吧 en cima de en cima de 在什么什么上面 debajo de debajo de 在什么什么下面 delante de delante de 在什么什么前面 detrás de detrás de 在什么什么后面 以及小艾老师还补充了一些 我们说sobre和en cima de 是一样的意思 在什么什么上面 sobre sobre 在什么什么左边 a la izquierda de a la izquierda de 在什么什么右边 a la derecha de a la derecha de 你都记住了吗 好了 那除了说完了这一些方位词之外 接下来我们要研究的问题就是 方位词究竟如何用了 大家记不记得在上节课 我们有说过有一个词叫做estar 他可以用来表示一个人的处所 比如说我们可以直接用estar加上donde来询问 donde estas donde estas 就可以直接理解为 你在哪里 donde estas 你在哪里 那我们现在如果要说有一样东西位于什么地方 有一样东西在哪里 我们同样也会用到这一个esta 那大家来跟人一起试试看 比如说我要说我的书在床上 那我们就会先说我的书 mi 书怎么说 mi libro 非常好 在什么什么地方 动词estan用上 我们要把它变成第三人称单式的变位 那么也就是esta mi libro esta 在什么什么上面 怎么说的 在什么什么上面 叫做 en cima de 非常好 en cima de 或者呢我们也可以说 esta sobre esta sobre 甚至于用我们以前学过的那个最简单的 en 都是正确的 这三句都是完全正确的哦 这三句都是完全正确的哦 重点在于大家一定要掌握这个en哦 我们以前虽然用到的都是esta en什么什么地方在哪里哪里 我们现在呢就可以灵活的用了 比如我们以前会说在电影院里叫esta en el cine 连读en el cine 那我们现在呢就可以直接说在电影院前面叫做esta de grande del cine 电影院后面 esta de grande del cine 是不是都易如反掌了呢 大家都明白了吗 好 有了esta的加上了这些方位词 那我们是不是方便很多呢 接下来呢我们还要掌握一下我们询问的问句 就是我们什么时候会用到esta的加上这些方位词呢 那自然就是要有人问你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来先问语重谋一下 大家别着急 我们知道在哪里哪里这个疑问词 小艾老师也知道大家都很熟 叫做donde 对不对 大家都记得 那我们今天啊 在了解这个donde以前 小艾老师先要带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我们西班牙语当中的问句 什么叫回顾一下西班牙语当中的问句呢 就是其实我们学习到现在 大家已经见过了很多的疑问句 那我们在疑问句当中呢 其实和每一门语言都一样 我们需要区分特殊疑问句 以及一般疑问句 相信很多同学现在看到这样的问句都能够理解意思 对于这个问句的中文翻译应该都可以没有问题 但现在小艾老师要教大家如何去自己写一句问句 也就是说一句一般疑问句或者特殊疑问句 它的构成情况究竟是怎么样的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今天学完之后 大家就可以问出自己你们想要问的问题了 那我们先来看一看我们的特殊疑问句吧 曾经呢我们有做过一次汇总 把学习到目前为止的特殊疑问词汇总一下 那我们现在就不厌其烦的再来一次吧 首先 get get 用来向物体问叫做什么 接着 gien gien 用来向人体问叫做谁 接着 gomo gomo 用来问方式 方法 我们叫做如何 或者怎么样 gomo 最经典的那句 gomo estas 大家记得吗 gomo estas 再接着我们用的比较多的 我说你多大了 我们说 gwandos gwandos 问多少岁 对不对 好 还有呢 有一个词我们目前还没有学 不过小艾老师先提一下 这个词呢是用来问时间的 叫做guando 是个着福音哦 前面那个多少叫guantos 在嘴巴里 dos dos 而我们现在这个呢叫做着福音 guando do 大家可以体会一下 以及我们还有一个比较常见的词 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donde donde 在哪里 donde 以及我们的guan guan 解释为哪一个 好啦 那就是截止到目前为止呢 我们出现的频率较高的几个特殊疑问词 大家都可以认识一下他们 那重点呢 小艾老师要先说一句 大家记住了 所有的这一些特殊疑问词 都是需要带上重音符号的 再强调一遍 西班牙尔当中 所有的特殊疑问词 都需要带上重音符号 千万千万千千万不可以漏了 好 那第一步搞定了 已经认识了这些特殊疑问词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来看一下特殊疑问词 构成的特殊疑问句的句式了 大家记住 所有的特殊疑问句呢 第一个单词自然是特殊疑问词 相信这一点大家都没有疑问 对不对 然后我们会加上我们的动词 接着再是主语 也就是我们所谓传统的那一句 主语和动词是需要倒装的 先动词再主语 平时你说话的时候会说 那你在提问的时候呢 你就要问 虽然我们很少能听见那个do 因为通常被省略了 但是如果要说出来的话 就是这样的情况 叫做 你是谁 大家都明白了吗 那这样一来呢 就可以构成我们特殊疑问句的句式 再强调一遍 大家一起来整理一下思路 特殊疑问词 巨首 接着加动词 再来加上主语 来构成我们的特殊疑问句 都明白了吗 好 那大家跟俺一起来试试啊 我们来造个句子 叫做 Celina在哪里 Celina在哪里 我们是在问一个地方 特殊疑问词选择一下 Donde 完全正确 Donde 然后动词选择一下 我要说这个人 位于什么什么地方 在什么什么地方 动词 estar登场 第三人称单数 编号 esta连起来 Donde esta 再加人 Celina 轻松搞定 Donde esta Celina 你明白了吗 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再来扩充一下 我们要说 Celina在哪儿学习 而且不仅是光学习 我要说具体一点 叫Celina在哪儿学习西班牙语 完整的 一起来一下 首先特殊疑问词 Donde Donde 动词学习 第三人称单数 estudia 学什么呢 学西班牙语 espanol 连起来 Donde estudia espanol Celina 还有一个重点 大家仔细听 Donde estudia espanol Celina 安大是这样读的 我没有读成 Donde estudia espanol Celina 有没有 我没有这样上扬 对不对 安大没有上扬 不是代表小艾老师 没有这种语气 而是我们要特别强调一下 记住了 特殊疑问句的语调 是不用上扬的 它是一个最后 以低调收尾的句式 Donde estudia espanol Celina 大家记住了没有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问 你叫什么名字 我们都是 como te yamas 你从来不会听到 有一个人问你 como te yamas 是不是很滑稽呢 好了 那特殊疑问句说到这里呢 基本上是说完了 何为基本上呢 就是我们还剩下最后一个小细节了 大家记住了 小艾老师前面是提过 特殊疑问词需要在聚首 但是如果你提问的一个对象 是一个紧跟在前置词后面的成分 那么对不起 前置词要跑得比疑问词更前面 什么意思 比如说我们来造个句子 我要说 我来自于上海 叫做 soyde sangai 那大家想一下 我要对上海这个地点提问 特殊疑问词是不是应该选择Donde 没错吧 好 那我说soyde 那么我动词就要用你是了 那就是eres 连起来Donde eres 正常的句式就是这样 但是我现在是soyde 伤害 伤害是不是连在de后面 所以呢 我们的问句就叫做 DeDonde eres 现在有没有找到一点感觉 原来你是哪里人 这个句式是这么变过来的 你明白了没有 DeDonde eres 好 那说到这里呢 特殊疑问句的句式 以及需要注意的细节 就已经告一个段落了 相信大家应该略多略少 都能够明白了吧 不明白没关系 多做练习就明白了嘛 好 那说完了特殊疑问句 再来说说我们的一般疑问句吧 相比起特殊疑问句的条条框框 我们的一般疑问句呢 就简单很多 甚至于小爱老师说 有很多时候啊 一般疑问句 有很多人在口语当中偷懒的时候 他们根本就不注意一般疑问句的句式 就直接把陈述句语调上扬一下 就变一般疑问句了 啥意思 比如说我说 他是Luis 男孩子的他哦 陈述句叫做L.S.Luis 当然我们会连读叫L.S.Luis 对不对 这是陈述句 大家听一下叫L.S.Luis 那有的人就偷懒了 偷懒是什么意思啊 他完全不考虑一般疑问句的语序 他就直接说L.S.Luis L.S.Luis 就变成一般疑问句了 那你说在口语的时候 他算错吗 嗯 其实严格来说呢 他是不符合语法规则的 但是你说会不会有人理解不了呢 那当然也不会 那学习嘛 小一老师要教大家学习到最标准 最正确的西班牙语 所以呢 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下这种小细节的 大家记住 当我们在一般疑问句的时候呢 肯定是没有特殊疑问词了咯 一般疑问句怎么办呢 那就是动词提到句首句 然后主语放在后面 那么连起来 他是不是Luis 那我们就会说成 S.L.Luis S.L.Luis 他是Luis吗 就搞定了 当然了 在一般疑问句使用的时候呢 还有一个小细节 如果我们后面加的是一个形容词 或者我们的动词后面会有一些其他成分 比如说我们会造个句子 说它是漂亮的 这是一个形容词吧 那我们就会直接说 我们习惯把这个形容词和动词先连在一起说 最后再加主语 我们再完整的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要说 阿尼达好看吗 这个问题大家不用回答 我就直接跟我造计子就好了 阿尼达漂亮吗 那这个时候呢 首先先说动词 S 然后呢 大家就不要加阿尼达 而是直接加上漂亮这个单词 叫做 Es Guapa Anita Es Guapa Anita 语调上扬一下 解释为 阿尼达是漂亮的吗 大家就要注意 直接把Guapa连在S后面 而不是先说Anita了 大家不能说成 Es Anita Guapa 而是要说成 Es Guapa Anita 你明白了吗 好 那除了这个形容词的问题之外呢 小艾老师前面还提及了一个 就是当我们的动词后面 还有一些其他成分的时候 那什么叫动词后面 还有一些其他成分呢 比如说我要说 学习西班牙语 我们要说 Anita学习西班牙语吗 那我们就会说成 Estudia Español Anita 而不要说成 Estudia Anita Español 明白 就把那个Español 先紧跟着动词加上去 再说最后的主语 大家跟我一起来读读看看吧 要注意语调的上扬 You You 这个感觉 跟我念一下 Estudia Español Anita Estudia Español Anita 前面那一句 Anita漂亮吗 也再来一次 Esquapa Anita 你都明白了没有呢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一般语问句 最基本的变化形式了 大家都记住了没有呢 好啦 那废话不多说 我们还是老样子 记住没记住 得小练习说了算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小练习当中见啦 那我们一起来做个小练习吧 妈 ¿Dónde está mi mochila? Tu mochila está allí al lado de la ventana ¿Y dónde están mis bolígrafos? Ahí Debajo de la mesa ¿Y dónde está mi cuaderno de matemáticas? No lo sé Aquí en tu habitación no está 嗯 终于等到文化赏息环节了 所以小A老师心情特别好 不由自主的又哼起小嘚瑟歌了 嗯 那在这节课的开始呢 小A老师就卖了个关子 等到现在啊 终于可算是要揭晓答案了 大家还记得 我们在上节课的最后 提及的王子大婚吗 这是Felipe王子的大婚 其实呢 那就在王子大婚的同年 也就是在2004年的3月11号 这起悲剧就发生在马德里 你们猜到是什么事件了吗 这是一件非常举世瞩目的爆炸案 没错 它就是发生在2004年3月11号的 马德里列车爆炸案 当然选在同一年 王子就大婚 众说纷纭 但小A老师觉得 在举国哀悼 如此悲情的事件当中呢 王子选择在同年大婚 嗯 有点像我们中国人冲冲洗嘛 让大家能够从悲伤当中走出来 有人将13枚炸弹藏在背包里 并留在马德里上班族居住区的几列市郊的列车上 当时啊 列车上挤满了赶着去上班的人 而其中大多数人呢 都正在前往马德里的办公室和工厂 另外一些呢 是送孩子上学的爸爸妈妈们 就在早晨的交通早高峰时间 短短几分钟内就有10枚炸弹相继爆炸 而这后果肯定是相当相当的严重 很多尸体都被炸到难以辨认 车站和铁轨附近到处都是残骸 残枝断壁以及个人用品 消防员们都奋力的从严重扭曲的车厢里 拯救着那些受伤的乘客 穿流不息的救护车也把伤员们 源源不断的送到了当地的医院 其实马德里人还是非常团结的 为了帮助在爆炸当中受伤的乘客 在医院的外面排起了数百人的长队 大家都焦急的准备着献血 希望能够帮到在爆炸当中受害的人民 伤者的家属焦急的在医院的外面 等待着公布死者和伤员的名单 虽然很多人在爆炸当中幸存了下来 但最后还是因为伤势过重 而一天之内死亡的人数就急剧上升 唉 小艾老师不是一个喜欢悲伤的人 但说到这里实在是没有办法发呲了 在这受害者当中呢 年龄最小的一个仅仅只有七个月大的女婴 尽管最后医生们都竭尽了全力 她还是死在了手术台上 课程的最后 小艾老师就为大家带来了这首《火味》 大家还记不记得是啥意思呢 是礼拜 礼拜几啊 嗯没错 正是礼拜四 这首歌是为了纪念2004年3月11日 马德里爆炸案的受害者而创作的 行驶在西班牙马德里市郊的一列列车上 有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 女孩每天都搭这一班火车 而她并不知道那个男孩为了看到她而放弃了直通车 从而改搭这一列火车 女孩很喜欢这个男孩 喜欢她的轮廓 她的气息 她的一切 而她同样也不知道 这男孩竟对她也如此痴迷 终于在2004年3月11日 羞涩的女孩鼓起勇气向男孩搭讪 当她们相互表白的那一刻 西班牙马德里市郊的四列火车 遭到恐怖分子背包炸弹的袭击 而她们正在其中的一列上 生命终结的时候 她们用吻和爱融化了死亡的冰冷 她们将彼此最后一瞬完整地送给对方 而这一瞬间胜过千年 最后就让我们在唯美的歌声和MV中收拾心情 且是我们今天的课程吧 Adios 感谢观看 Si fuera más guapa y un poco más lista Si fuera especial, si fuera de revista Tendría el valor de cruzar el vagón Y preguntarte quién eres Te sientas enfrente y ni te imaginas Que llevo por ti mi falda más bonita Y al verte lanzar un bostezo al cristal Se inundan mis pupilas De pronto me miras, te miro y suspiras Yo cierro los ojos, tú apartas la vista Apenas respiro me hago pequeñita Y me pongo a temblar Y así pasan los días De lunes a viernes Como las golondrinas